厨师忙到满头汗打开冰箱喝个粮 结果老板说他偷窃直接扣他薪水 高兴就说请你喝 不高兴就说你偷窃 赵先生控诉老板借故拖欠薪水 整个11月加上12月做了7天 再扣掉预支的部分 原本应该领到42,800 最后却只拿到8000块 而且也没有任何老健保 赵先生当时就是在新北芦州 这间热炒店上班 至于为何会积欠薪水 老板否认说是经营不善 坚持说是对方偷喝了水跟饮料 才会口他钱 我是看大家辛苦说 矿泉水可以喝 那饮料部分我说这品轻没关系 那结果是他每天拿两瓶三瓶再喝 他偷窃的部分 我就是要要求他十倍赔偿 通常餐饮业 提亮员工辛劳不太会计较茶水前 赵先生也说 根本没有一天喝到两三罐这么夸张 但除了饮料乘上十倍罚款 就连冰箱食材放到烂掉 老板也怪他工作不认真 统统要从薪水扣 双方为此闹上警局 直到原警告知 切到跟薪资遣散费是两码自事 老板才暂时放弃提告 现在老检处也已经介入进行计查 雇主没有经过劳工同意 那依法不能够直接从薪水里面扣 那当然雇主如果觉得还是有损失的话 他也可以寻诉讼途径做决绝 然而进行劳资调解时 老板却借故没有到场 接下来双方恐怕就真的要闹上法院 TVBS新闻张明如 吴淑瑞 张仁柯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